身后Online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邀请的是邱世青邱老师 要针对这一次 中共解放军在台海的围岛封锁演习 做深入的分析跟理解 到底这场演习 要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意义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这次的演习区域的公布 一公布之后大家其实还蛮惊讶 等于是把台湾给团团包围 对 嗯 这是国外媒体刊登的 就是整个演习区的范围 那在这张图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绿色的演习区 除了台海中线这一块以外 包含了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西南边 甚至台湾的东边 那这是过往的演习里面没有的 在之前不管 大陆跟台湾之间有什么样的意见不合 那演习区通常都不会画的这么接近台湾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动作 当然因为裴洛西 那在整个演习的分析里面 政治的部分我们不太想琢磨太多 因为那个部分很多专家跟很多媒体 他们会讲 那主要我们是 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演习 我们从看到演习的开始一直到演习的最后 我们可以从这个演习里面学到什么东西 就跟我们看俄乌战争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从这一张国外媒体里面的刊登的图 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点就是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在国外它自动把它切了一半 就是因为我们防空识别区画到对岸去 那这个部分不是很合理 所以有些国外的媒体在引用的时候 会自动把它切成直接让它消失 那就是变成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就只剩下这个 当然这个并不是官方的宣告 只是说很多国外的媒体在引用到台湾识别区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已经开始会用这样子的 那在这次演习之前比较少看到 就比较零零星星 但这次演习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媒体都开始 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画成这样 那我不知道这是损失还是不是损失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 就至少国外的一些媒体已经开始觉得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很多所有权 或者是主权之间的争议 有很多灰色或模糊的地带 但就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后续要密切观察 那回到我们要谈演习的部分 这是台湾的领海基线 这是我们从海岸线往外推 那这个区域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巴布的演习区 其实从国外的媒体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是很清楚明白的 就是画到你的领海范围了 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如果他就是就台湾的角度来说 你已经侵犯我的主权 那对大陆来说 他也很清楚这件事 可是他就是要这样画 这本身就传递了一定的讯息 这表示对整个演习来说 就额外附加了一个警告台湾的意义 非常非常的浓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这个演习区在斐洛西落地 落地当晚大概一个小时之内 中国一发布就造成很大的震撼 那当然首先面对这个压力 一定是台湾政府 那我们政府一定得要马上 针对这个情况 要去制定一个合理的应对方式 而这个合理的应对方式 不是国防部这个层级可以决定 一定是由最高的当局 会很召开国安会议 然后为台湾如何应对这样子的演习 在当天晚上定下一个基本的基调 所以后续有很多骂国防部的 我觉得冤有头债有主 有些东西 骂错人了 对有些东西 其实你去骂国防部是意义不大 因为国防部他也是听命行事 他没有办法违抗三军统帅的意义 这一点是我们等一下在讲的时候 必须要先让大家知道的 因为讲完也许又有很多人要骂国防部 所以我们要先讲清楚 好那我们看下一张 就是第一天就很震撼了 对这是东风飞弹就来了 对因为我们引用的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社群媒体里面发布的一张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天主要的 就是大概8月4号 主要发射的测试跟试射的武器都是东风15 那弱点就是弱点就是在台湾的最主要 其实我认为在真正整个这个第一天 但短程弹道被试射这个科目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东部的这个区块 那甚至飞过台北上空什么这就不是很重要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 他很明白的告诉你 他要打这个区块 那他为什么要打这个区块 这是过往很少会 就比如说1996年台海 他也是针对台湾的北边 甚至原本预计针对台湾的南边 但没有针对台湾东边的处理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 这是大陆的军演想象成 因为台湾才刚汉官演习完 那台湾汉官演习当然就是针对 我们预想大陆可能侵台的一些可能的情景 然后我们去做的反制措施 所以我们可以把汉官演习当成是一个考卷 那这次大陆的军演 就是大陆的解放军 针对我们的汉官演习的打考卷的方式 回答的方式 对他回答的 他就是用一个军事演习 回答你的汉官演习 所以因为汉官演习在前 所以我们刚好可以可以来印证跟比较 那同一个时间其实 远程火箭他是打在台海中线上 但这个方格是随时可以推到 因为他的射程 远程火箭的射程 对他射程是可以涵盖到这边 他只是因为演习 所以他打在这边 他的用意就告诉你 我的远程火箭是可以涵盖西部 这边的所有重要的军事基地 空军机场的跑道 是他的可以涵盖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读懂他讲的 虽然他打在这个地方 但他的用意他就告诉你说 在真正战争的时候 西部的这一面都是我的打击范围 但远程火他没办法打到东部 就他的角度啦 他真的飞到东部来 因为中央山脉的关系 他弱的角度不会达到很好效果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 他是用东风十五来回答你 那至于说北面的这一块 跟南面的这一块 跟实际上对台湾的压制比较没关系 但是跟巨子作战 还有跟他后续要建立登陆船团的通道 有关系 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解释 就是为什么是选这几块 对 然后发射远程火箭 或是发射东风导弹 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风导弹 现在是说呢 他是反正飞在外太空啊 对台北的威胁不大 对这其实 当然啦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物理的角度 物理学的角度看没有问题 那如果对方打上来是一颗石头 我当然可以从他的弹道最顶点 去预测他的弱点在哪里 但问题是我们注意看东风15B的弹头 他是有气动液的 那也就是说他在外太空 再重新进回到地球轨道的时候 他是会变轨的 所以他不会循着我们原本 我们本来预测的跑步线下来 对 他是可以改变他的位置 会让他更难 更难以拦截 所以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在面对 有弹道飞弹飞过你的上空的时候 会不会做一些特殊的动作 但是就我个人的角度啦 即便我们已经预判他的弱点不在台湾的本岛的土地上 但是我们还是 我们可以不发防空警报 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国人知道现在有东西飞过我们上空 就跟如果有一个废弃的太空船 他在坠毁到大气层的过程里面 以很低的轨道接近台湾的上空的时候 我们政府会不会发警报 我想一定会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国防部在这一段的处理上面 其实是有点自己想的太美好 但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可能 maybe 陈锋就已经决定 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 稳定社会的民心 不要让太多人恐慌焦虑 就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是应该的 但有时候你稳定民心的更好的方式是 你要把事实告诉 事实呈现出来 那你可以把 有可能会让一般人觉得害怕的部分 你当然可以解释的很清楚 但你让人民知道 人民反而比较不容易恐慌 才不会造成说 后面日本的防卫省公布了以后 就大家都觉得你前面讲的都不算数 那这个我觉得对整个国家的 在战争状态底下的讯息发布的方式 会造成大家质疑 反而对你的整体防卫是 会有不好的影响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这个如果是对于汉光演习的 一个考卷的回答的话 所以他整个战役想定 都是针对汉光演习所做的 各式各样的科目来做回应 我们不应该把他这次的演习 就是拆分成 这是短程弹道导弹的演练 这是远程火箭的演练 这是他的殲-16 或者是他殲-11的飞机 故意越过台海的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你如果单独把它看 的确他就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事件 但这些单独的事件 他是在一个完整的架构底下 一项一项去运行的 因为所有的军事演习都不是任性的 都不是飞行员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 没有他必须要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 都是有剧本的 对那这个剧本我们从这几天的演习下来 我们觉得他就是在执行一个 一个解放军的攻台战役想定 只是说他的规模比较小 那他有些科目没执行 但是他整个大的架构 他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说 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要攻台 那你有没有办法挡住我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整个攻台战役的 的想定区分成几个不同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他在第一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必须要瘫痪台湾的指挥 通信防空跟侦察的能力 为什么因为 就像我们很多人都会说 台湾是防空密度最高的地方 那防空飞弹密度很高 可是防空飞弹必须要雷达导引 如果雷达下掉了 你很多防空飞弹也没有用 就是你弓箭射得再好 可是你看不到 你的弓箭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 所以他第一时间一定会瘫痪 台湾的指挥通信防空跟侦察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其实对新竹的人来说 新竹当地的居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如果台湾跟大陆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在很早很早的时间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可以看到热山雷达战 有没有火光 如果看得到的话 就是第一级很有可能就会打热山 一定会打热山 因为热山是一个长城预警雷达 他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 除了沿海以外 他可以看到后面很多 大陆的部队相关的调动 或飞机相关的调动 假设我们要源头打击的话 一定要先摧毁掉热山 大陆也会 那台北就台北就更不用担心 台北就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大直的方向 是不是有火光有烟雾 会先打恒山指挥手 一定会打的 然后就是他第一级他一定得要弹化台湾的指挥通信 跟空军基本上全挂掉了以后 接下来战争主动权就会落到俄罗斯的手上 同样的在第一时间解放军他也会去处理这件事 那我们相对应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指挥通信 我们的防空 我们的侦察的能力是不是能保存下来 保存多少就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反击的能力 就是我们回答对方 那对方出考题我们回答对方 这个就是想定的推演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接着看 就是战争因为他瘫痪了以后 接下来就会争夺台湾周边的制空权跟制海权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飞机是 可能往东边去做战力保存 也可能会疏散到其他不同的基地去做战力保存 所以空军还会有维持部分的战力 那海军可能在情况紧急的时候 很多军舰就出港 出港以后他就会在海面上 所以接下来他就要开始处理 我们仅存下来的飞机 还有在海面上的船舰 那他如果可以处理完这个以后 接下来美军的 就是美军来援助台湾 甚至是日本来援助台湾的军舰也大概 他从状况一发生到下决定到他也是要人员装载 他也不可能是一个紧急应免部队过来 但他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以后大概也接近了 所以接下来会进到他的区域巨址 他就是要把这些外国可能干扰他 接下来登陆行动的军力打在 可以接近或可以影响他的登陆通道的范围之外 所以这是区域巨址的阶段 那接下来就是他会建立一个 让登陆船舰或登陆船团可以从福建或从浙江 出发以后抵达台湾西部或台湾东部的 一条安全的通道 那这条通道里面是绝对不能受到飞机的攻击 那在这个通道里面也不可以有潜艇 因为飞机或者是潜艇都会威胁到登陆船团的安全 因为一个登陆舰那么多人 如果一艘登陆舰被炸成了 那对大陆来说威胁很大 那除了空中的海面的还有岸上的 他还得要清除我们一些岸基的反舰飞弹 那这些东西都清除完了以后 他的登陆部队才会开始投送 那登陆部队投送他 如果我们依照俄乌战争看起来的经验 还有包含美国的经验 就是他不会只是登陆的从海上面登陆 他的直升机一定会在 就是一定会有机将的部分 垂直登陆的部分 对他会垂直登陆的部分 他不会那么简单 就是跟你在岸上面拼 他一定会有机将降落到我们岸防部队的后方 处理掉可能 maybe炮兵或者是很多重要的指挥的节点 或者是通线的节点 让前面的防御能力消弱到最大 那他可以让登陆的过程损失比较小 所以这是一整个攻台的战役想定 那我们从这些想定我们回过头来看 从8月4号到8月10号 他们是不是按照这个 是不是落实在这个想定上 对 所以这是我们从经济学人上面 揭露下来的 就是这是台湾的 反舰飞弹跟防空飞弹 所能涵盖的 绿色的这个线 对绿色的线 那橘色的线是大陆的 所以当他的船 他的船团如果要从这边过来的话 必须要把这边全部都进空 那在达成这个过程 达成这个目标之前 台湾还有防空的能力 所以对方大陆的防空防御 也是在这个部分密度最高 所以我们可以想 如果我们从源头打击的角度看 你直接从这边往西边去炸 可能解放军的船团啊 他的装备武器弹药集结点啊 或者是他的机场 从这边穿过去的成功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你如果往北边绕 从后面过去 或从往南绕过去 的几率会不会比你直接过去来的高 会吗 离开他的防空的这个系统的范围 所以我们看这次演习 他在这边画了一块 在这边画了一块 那这两块区域都会有 共军的驱逐舰护卫舰 或者是他其他大型的船舰在这个地方 那这些船舰都具备防空的能力 他到那边就等于在这边又张了一个防空网 所以他把我们 就类似像这样子 对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他会在这边挡住 所以我们看演习是不是也是 他会有船放在这边 那会让我们的 仅存的飞机 要尝试去做源头打击的时候 绕不过去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他画的那几块区域 其实我们必须要理解那几块区域实际上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你的海军船舰或者你的潜艇 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在那几个区域里面的船只 所以演习嘛 他就是一个让双方 彼此都清楚的知道说 我的能力到什么地方 你的能力到什么地方 就是大家先互相了解一下 增进彼此的交流 知己知彼 对对对 然后演习的第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所有的主要的防空节点都会在他的火箭军跟远程 远程火箭 陆军的远程火箭跟火箭军的打击范围 所以他很清楚他在这边画一块区域就告诉你 东边的这边是他的目标 那这个其实就回答了我们一个 一个以往在台湾的战力保存的想定 就是当情况一危急的时候 我们的飞机 西部的机场很容易受到攻击 这个攻击是从远火打过来嘛 就是我们一开始 有让大家看 虽然他的远火的落地是在这边 但他很容易延伸 所以我们西部机场很容易落在那远程火箭攻击的范围 但你为了避免机场没办法使用 那战机就是没办法起飞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 当我们收到警报的时候 就会下令部分的飞机会转移到东部去 那远火不太容易去打爆东部 所以他用东风15来回答你 那这些东部的 包含家山建安这些 有地下洞窟的 有比较高防御能力的机库堡的基地 都在我的打击范围之内 那我们如果去推算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 当他第一集开始的时候 我们飞机开始疏散 当我们飞机飞到这边要落地的时候 发现跑道没了 被炸了 对 那他的东风15B其实就告诉我们 他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东风15B的演习 其实是要炸东部的跑道 对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他会针对东部的这些主要的 那我们的空军的战力保存 我们的plan A就 对那我们就必须要找plan B 那所以我们也许会有 比如说高速公路的 或者是其他疏散的方式 那有些东西我不能讲 但你还是得要准备 但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原本你如果要把战力转移到东部去的很多想法 其实必须要有额外的考虑 那你当然也可以说 好那我为了避免他炸跑道 所以我必须要把某些可能可以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系统 原本没有在这边的或是原本比较脆弱 那我要加强 东部也不防空系统 东部本来就有防空系统 但是可能预设的拦截的目标 可能不是这么刁砖 这么讨厌的目标 那你可能必须要调更多的武器系统过来 甚至要采购更新的 能够针对这样子短程弹道导弹的袭击的 或者超高音速袭击的防空备弹系统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回答 也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演习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只是看到说 好像解放军来了耀武扬威这样 没有 其实我们必须要从这里面去 就学到一些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必须要调整 因为对方答题 那我们也是要针对对方的部分 我们自己要去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那这个是针对这个部分 那到最后其实区域句子就是 因为美军他一定是从这个方向来 从这个方向来 所以他设这两个区域也可以把干涉的 来可能会来干涉的美军或日军挡在这个区域之外 让他辟建一个安全通道的过程 可以比较容易执行 所以这一张这一天的演习就是在告诉我们 他是要辟建安全通道的一个准备 对 这我们因为他演习很多天嘛 那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那就是我们 我们用8月5号国防部公布的对方的军机 初级的架次跟哪些机器 我们看看在这一天他歼10派了7架 歼11派了6架次 歼16派了10架 那苏凯30派了24架 再来是他远程干扰机一架 反潜机一架 那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飞机是歼16跟苏30 因为我们看到他架次这么多 他占了整个初级架次 就歼11他是负责掩护 底下这些飞机去执行任务 在空中如果还有其他飞机 歼11会去处理 歼10也会去处理 但最主要是歼16跟歼30他的任务就是 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块区域里面 剩下来的海军舰艇通通抓到然后集成 因为歼16他本身就可以 他可以对空可以对海可以对地 那苏30也是可以对空 对海对地 但最主要就是对海的这个部分跟对地的部分 因为歼16的载弹量太可怕 那我们必须要说 如果说中国的所有的飞机 就我的角度 我必须要说从我的角度 就中国的所有的飞机里面 歼20还不是最讨厌 我觉得歼16才是最讨厌 这种飞机 对台湾威胁最大 对这种飞机对台湾威胁最大 就是我们看弹道飞弹他打下来 他弹头的丑载顶多就是好1000公斤这样子 但一架歼16他的丑载就12吨 所以120倍 就是因为他载弹量很大 所以他只要多来个几趟 跑道也没了 船也没了 然后机宝也没有 你如果不能处理他 他就会处理你 而且他就很多人会说 那个苏凯25是炸弹卡车 那如果用苏25的标准 那歼16就是炸弹杀死车 但美国也有类似的 美国也有类似 比如说F-15的炸弹量 只是说就我们当面来说 我们如果要应付的很多的飞机 这么多解放军的 解放军 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的各种飞机的型号 就我来说 我觉得最讨厌的是歼16 这飞机很麻烦 然后我们可以看他出动这么多架次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要把海面上还剩下来的船只全处理掉 那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他制空的飞机并不多 他非常有信心 前面已经把空军处理完 他入完空军了 对 他现在接下来是要处理你海上的防空火力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为了要让后面的巨子作战 轰流啊 其他的可以飞更远的飞机进行巨子作战的过程比较顺利 所以我们来看他们这一次演习之后 中国大陆自己认为他们做到了这十大头破 那我们另外一个验证的方式就是 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从对方的角度看 那他自己在整个演习 8月10号晚了之后 他自己有宣布 他有在这个军事演习里面 他有达到十个突破 当然里面我们就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对 像第一个贴近台湾海岸线 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当然很大 再来是 歼20的参与军事训练这是一个 那常规导弹首次穿越台海 那彻底打破海峡中间我觉得这个 因为里面一定会有部分政治宣传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去看 我们看另外五个突破 那离台岛最近的一次演练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巨子外部势力干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演练 对我们来说 因为台湾的防御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没有外援的底下 我们能撑多久 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那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时间 就跟他处理巨子外部势力干涉的 实力跟能力有相关 如果他这个部分处理的很好 那台湾在没有外援的情况底下 解放军要面对的变数就会少很多 所以其实在这个演习里面 其实我一直在看的是 他如何去处理这个外部势力干涉 那刚好在这个时间 雷根号在那个位置 只是说我觉得你用雷根号的位置来表示 将来美国的态度 这是不OK的 对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形式 但雷根号的位置很 很明确的就是将来美军干涉的方向跟方位 大概会在那个位置 所以可以给解放军一个很好的练习 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东部设置靶场 我觉得这不重要 然后首次组织航母编队进行威慑演员 这个很重要 但我没有看到太多这个部分的讯息 所以我没办法评价 然后再来是全军初击 这个我觉得是这一次的看点 就是当然因为 这个全军初击 它是被实在一个完成 一个完整的攻台战役的演练的前提底下 去做全军初击 这才有意义 你什么时候也可以全军初击 你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全军初击 但是他没有讲的是 他是在一个攻台 一个完整的攻台战役的 那个预想里面去做全军初击 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演习过程里面 我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我们通常在观察 不管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的后勤动员的能力 乌克兰的后勤准备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累积力量 才能发动一次 比较大规模的军事攻击 可是我们在这次忽然 他画了线以后 其实从他画了演习区 到73集团军出海 我们在后面没有看到什么 他大规模的调动后勤资源的能力 那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就是东部战区 他其实在福建跟在浙江的这一带 已经为了攻台 做了非常充足的物资准备 所以他不需要从其他地方调 不需要临时征调 对他不需要 因为临时征调 我们一定可以从卫星 从交通 从很多运输的情况可以判断 这次的公台演习大概会有多大的规模 但事前我们其实 我们大概只能从社群媒体上看到 拍到比如说东风26的飞弹调动 73集团军的一些人员物资 一些人员跟装饭车调动 其他的东西我们很少看到 但一个这么大的演习 他物资动用非常非常庞大 但我们没有看到什么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他全军初级 他讲起来他真的不需要兴趣 因为他真的做到 那我们就从时间序来看 这个全军初级到底是怎么样的呈现在演习里面 对他如果他就他全军初级想要完成的目的 我们刚刚是以每个阶段来看 那如果我们用时间来看 就是Mapping到他的这次演习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描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叙事 那从第0个小时到第24小时就宣布 好我现在要准备进犯台湾了 那在第0到第24小时要去做很多火力准备的动作 这个火力准备动作没有办法很快 因为你打击完了你还要再确认战国 那还没有打掉你还要再补 所以这个火力准备的阶段 台湾的各个雷达战指挥所通信节点 机场港口都会遭到他们的导弹 或者是远程火箭的覆盖 是覆盖 因为我们讲解放军他失诚至苏联 他们一贯都有一个 你不能说很良好的传统 他们一贯的传统就是对火力的追求 所以这个火力的覆盖 一定会让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一定会让我们印象深刻 这是我必须要说 你千万不能觉得演习的时候 他只打了那几枚火箭 或者他只打了那几枚飞弹 你就认为你在战时 你遇到的火力是会那样子的等级 不可能 所以这是必须要先让大家知道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很多军事的叫犯规则 跟理论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看到俄罗斯在运用火力的情况 在武肯运用火力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迷平过来 我们在面对解放军 解放军运用火力的情况 也不会比俄罗斯差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一定要先准备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雷达战指挥所通信节点 在这一波打击里面还能剩多少 当然他们就推演来说 他不可能百分之百多打掉 他们也不会预设百分之百多打掉 因为这一定都有一个比例 比如你打掉百分之八十 你还剩下百分之二十可以运作 那他就会去计算 这百分之二十对我会不会形成威胁 如果这百分之二十对我形成威胁 可是我可以接受 那他就会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他这个他必须要不断的去评估 我的打击有多少效果 那这个效果是OK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同一个时间在零到二十小时 他的网路作战部队就开始 进入台湾的网路空间 那这次演习我们也有看到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他的舰队就会就位 就是南边北边东边 这是给他舰队机动的时间 其实就开始封锁 然后东部的加山跟健安 大概就 你不能说完全被他瘫痪 但他会把你打击到不能用 跑到至少先炸掉 对那接下来你可以修 你还是可以修复他 但是在这个阶段 健安跟加山 我们就必须要假定 他已经失去方形 因为不可能 解放军不可能笨到放过 这两个地方不动 再来是他评估我们的火力准备已经够了 那台湾的防御能力已经消弱到一定的程度 接下来空军 空军他的解放空军就剩下来的 我们还剩下来保存的空军的战力 就必须要跟解放军争夺台海上空的自空权 因为这个自空权一掉影响就有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捷径所能 还是得要去抢夺台海上空的自空权 然后第一级幸存的可能剩下20% 那这20%还是要walk 所以修复了以后还是会启动 那在港口被封锁之前 已经出港的战力保存的舰队 就要开始进我们的舰队 就要进到预设的可能 配合空军去进行防空争夺的任务 或者是要尝试削弱他们的 潜出到海峡周边 就台湾周边的一些 前进的海军的力量 让这些解放军的军舰的防空系统 对我们空军的飞机的威胁变得比较小 这个过程就是争夺 我们会攻击对方 对方也会攻击我们 那双方在这个时间之内 必须要争夺出一个胜负出来 那我们有可能在第24到第48小时 空游就不见了 假设啦 但我们因为可能在美军的资源底下 我们可能获得一些情报 或者是战力保存的情况做得比较好 会把时间拖得长一点 那我们从他这次的演技 我们发现他给我们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会把时间再拉得更长 就争夺这段时间拉得更长 然后在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在争夺过程里面 我们的空军跟海军的力量会逐渐消弱 那它的重点就会进到区域矩子去 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 这场战争能打多久 会打多久 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跟区域矩子执行的状况有大关系 如果他在区域矩子 可以切实的阻挡美军或阻挡日军 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只要不要干扰到他登陆船团的运作 那这场战争就可以按照他预想的方式 那如果他去区域矩子失败 美国的航母就开到海峡的中间 他往那里一停 他无法登陆了 那你要怎么登陆 所以他的接下来的重点 当他把台湾的基本的防空跟制海 都拿到了以后 接下来他一定会把重点放到区域矩子 这就是我们看到 北面跟南面的那两个区块 要去做的事情 那他的反潜机 它的轰溜 它的加油机就会出海 开始威慑 从北边或从南边来的 美国的 不管是航母还是其他的特种舰队都一样 下一个时间点 对那假设我们在第72个小时 台湾失去制空权跟制海权 接下来他就开始进行登陆庄宅 因为他不会那么早进入登陆庄宅 但是他的人员啊 他的武器装备都会先在旁边待命 那等确实我们已经 失去制空权制海权了 他已经可以建立一个安全通道 他就开始庄宅 那庄宅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在72小时之后 就可以看到解放军登陆船 越过中线靠近本岛的摊案 那这时候我们本岛的防卫力量就上场了 所以后备部队就会开始动员 就是后备军人可能就一直不断的下令 也许更之前后备部队就会动员了啦 那我们的想法是 这时候海岸线应该都是后备部队在守 然后大的都会区民众就开始大规模的疏散 政府就会开始广播让人民开始进行紧急疏散避难的动作 那陆军的战斗旅就要就他们各自的守备位置 我们的武装直升机反坦克飞弹跟火炮火力 就会开始覆盖 因为敌人已经靠近了嘛 那靠近海岸他们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准备塌案决战 这个时候能不能登陆就是看塌案决战的结果 那接下来解放军的第二线兵力动员开始 因为台湾的台湾的可登陆的面很短 所以他没办法一下子投送太多人 所以他一定在第一波开始前进的时候 第二波就已经开始在岸边就准备 那我们所谓的源头打局 除了防止塌案这边以外 还要打击他的第二线动员的准备 那同样的解放军他也会去处理我们 我们相对那要想办法去保护 他的这条安全通道是安全的 那个登陆船团在岸上是OK的 那我们刚刚讲区域巨子 其实美军真正的打算他并不会 他并不是要打击你的什么地方 他很清楚就是 我就是打击你的这个登陆船团 我让你的登陆船团失去靠近岸上的能力 让你无法登陆 对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做区域巨子 他就要让美军没办法靠近到 美军可以执行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反潜机会出海 因为他要去抓还在这个登陆通道的潜艇 底下的潜艇 那他这些就是其实一整个过程就是 对方告诉我们他要这样做 那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能力去预想 我有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如果没有那我还缺什么东西 我需要补足什么东西 我才可以去阻挡他 所以就我来说其实这个演习就有点像一个让你考虑看看的演习 他只是告诉你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很紧张 就很多人敲碗 所以我当天我有做一个直播 其实我是告诉大家其实不要紧张 那这是一个可控制范围里面的 那重点就是双方在之后的互动会是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演习 不过刚才所讲的这些 包括对方可能做什么 我方可能做什么 都是来自于国防白皮书的内容 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以上内容都是我们针对 我们是从国防部公布国防白皮书里面所 所写的内容里面去推演的 所以我们所谈的东西不涉及机密 就是已经是公开的国防白皮书 那这个画面当然也是公开的 我们看到他是来自于这个Google的地图 这是我们的爱国者防空飞弹的阵地 对在北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像这些阵地他就是第一级 我们真的面临到两边开战的时候 他第一级他就不在了 0到24小时的目标就是他了 对就是他们 虽然我们看起来 好像台湾的防空飞弹的密度很高 注意是密度很高 但我们的数量 都还没有多到对方请不完 事实上我们有多少防空飞弹系统 我们有多少驻地有多少的电 那我想对岸都知道 因为Google 20都已经告诉全世界 我们有哪些地方 他就要上网看看就知道 对对上网看看就知道 那这些点都是一定是第一级一定要处理 因为他不处理 这样他的飞机没办法靠近台湾 因为我们刚刚看台湾的防空的延伸 身范围到150公里外 那你不清理掉这些 接下来他的动作会很难做 不过他第一波的时间 如果就是处理这个飞弹阵地的话 他其实跟我们的民宅 其实因为台湾腹地很小了 因为台湾腹地很小 所以我们的军事基地 大概都会离民宅的范围不是很大 那我们只能 我们只能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 就是当情况不好的时候 虽然政府还是会告诉大家舒散 但其实在真正面临战争的时候 老百姓还是第一优先 还是要先学会自保 对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有些 政府提醒你不太会来得及 要不然就是政府可能用太空法 那我们又很麻烦 对所以家人是自己的 命也是自己的 所以第一时间 我觉得 第一个关注这个节目 就是这个节目会一直告诉大家 update很多很新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透过网路来 在这个节目上面得到很多很新的讯息 然后自己再去判断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有些新闻或者是资料 你自己必须要去审视 因为有些新闻 他一定会告诉你 安全啊或什么不太重要 但还是扬命是自己的 你必须要自己去判断 不过我们了解这么多 跟演习相关的资讯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汉光演习 还是这个对岸的这一场演习 都是让大家有再考虑看看 再思考看看 那打仗战争这件事是非常残酷 留下一个空间 让大家真的叫做再考虑看看 这是今天邱世青老师要告诉我们 从这场演习 所得到的一些这个意义跟意涵 让大家思考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老师 希望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 分享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